新城鄉順安永安村的居民15號上午 來到了花蓮縣議會 在縣議員邱光明所主持的 新城鄉民承租或承購 縣府土地調解專案 對於取得花蓮市公所 位於新城鄉的土地 表達承購的意願 在日本政府殖民台灣時期 所隸屬的花蓮港廳土地 在日本人戰敗後 由國民政府接收 土地的化編未經過釐清 以至於新城鄉內有20公頃的土地 是屬於花蓮市公所的 雖然村的居民15號上午 是來到花蓮縣議會 以專案的方式 希望能夠協調出 承購花蓮市公所的土地 為什麼我們順安村的土地 是屬於你們花蓮市公所的 當時他的答覆給我的是說 那時候的日本時代 就是你們順安村這一塊土地 是偏制於花蓮港廳的 也因此這樣的話 國民政府來到台灣來 就說就偏列 跟他們預算你們就是順親聲 就像那個 那個 四花蓮市公所的土地 九個七十歲的人 來住這間房子 回來住這間房子 市公所在九十六年 加國 國家 他說大家壓力多大 阿國我結果 歡迎他破閥說 我要財務環境 你要想 這樣說有功德啦 20公頃的花蓮市公有土地 以及現有土地 居民表示在民國三十五年前 祖先就已經開墾該地區的土地 希望花蓮市公所能夠以民國三十五年 第一次公告地價 讓居民能夠成功 但是這個陳租會是由花蓮市 來說這個陳租會 非常不合理 在民國在七十二年前的時候 這個整個把花蓮港廳的土地 把它移轉給花蓮市 當初就是有這個切施 演變這七十幾年來 一直這個土地都存在於花蓮市 今天最主要 把陳租會 帶我們花蓮市議會來組專案 那這個專案就是要 把這個問題 把它凸顯出來 看是不是縣政府能夠出面 來找我們花蓮市 以及新城鄉 兩個行政黨員來協調 看這個土地要怎麼解決 這七十年來的歷史工業 當地居民申訴多年 依舊沒有下文 對於居住出生在當地的村民 至今仍然希望花蓮市公所 能夠以35年前第一次供高地價的價格來購買 並且也希望能夠組成專案會議 韓文中央部會能夠重新劃分行政區域 同時能夠讓他們成購祖先所開墾出來的土地 記者臨結 花蓮市採訪報導 小禮市採訪報導